另外歐美其實都對 中國的電動車祭出了高關稅 也迫使中國其力汽車旗下的Volvo 決定把中國電動車產線 遷移到比利時 土耳其也要跟進 課徵40%的高關稅 那這些一連串的關稅影響 到底怎麼看電動車的未來 還有歐盟從7月開始 新車也要有新的標準配備 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誰能搶到商機 永明哥來告訴你 第一個大家最近在看這個 中國電動車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有那種六大派 圍攻光明頂的感覺 現在的一個中國 就被大家視為魔教 所以所有要攻他的人 都說自己是名門正派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現在中國現在因應這樣的一個策略 因為Volvo其實他已經變成了 中國極力在控股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為了避免比如說 像歐盟的一個制產 他最近就有一個洗產地的動作 他把他的一個產線 從中國移到的一個比利時 當然會有一些成本 但是至少也可以規避到 一些關稅 第二個部分 歐盟現在的一個狀況是這樣 針對中國廉價的一個電動車 他的利潤基礎是這樣 第一個 中國你自己本身的一個製造業 政府Donate你至少30% 所以你現在用這麼低價來 我們歐洲來銷售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就有反傾銷 所以換言之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去禁你 被禁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認為這個地方的話 Volvo應該是首當其衝 其實接下來的話 我相信不管是Volvo也好 其他的車廠都會開始有做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歐盟最快可能是下個禮拜 就要告知 中國電動車的一個製造商 從7月4號開始來徵收關稅 他原先的一個關稅是課10% 現在有兩個版本 可能是25% 加增到25% 也有可能是針對30% 但是他不是所有Volvo的車款 基本上應該是所謂EX30跟EX90 這兩款應該是拿這兩個 先來做開刀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 第一個的話 Volvo是一個很大的廠 另外我就搞不懂土耳其 你說歐洲這樣子的話 因為基本上 中國銷到歐洲的電動車 本來就是便宜 而且量又很大 可是你土耳其在這個地方 好 你勉強說土耳其 也算是歐洲的一部分 土耳其他自己公告 他8號的時候 6月8號 他有一個總統的一個決定 大概從中國進口的一個車輛 要課增40% 40%的額外關稅 原先他也是大概10%左右 所以他從10%跳到40% 他這個地方就是說 課增大概7000 就是至少不能低於7000美金 換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你賣得再便宜 我給你課增40% 然後最後不到7000的 我們還是要以7000美元來算 如果以台幣算起來的話 各位這樣子就是多少錢 很可怕 20幾萬 非常貴 就一台車如果以他原先的價錢 再加20幾萬上去 那土耳其政府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其實土耳其自己也開始在做電動車 所以他為了自己本身的一個銷量 等一下我們後話再說 他從去年3月開始就針對 有所謂電動馬達的一個機動車輛 中國的課增40% 然後其他的國家是差別待遇 因為其他的國家跟中國來比的話 相對競爭力比較沒有那麼強 然後他客了這樣上去了之後 因為他最近有一個新的款叫TOG TOG他本來不是電動車 他本來是其他各種車都有 他大概是年產量差不多180萬 80%是銷到歐洲去 現在基本上 中國成為他的最大競爭者 所以他這個地方 就要從原先的10% 把他客增上去 看到這裡的時候 老實講我是覺得有點不公平 因為中國的汽車 你們覺得他是傾銷也好 什麼也好 是來自於他很早就開發電池 對 所以他把他的一個成本壓下去 如果針對中國政府 對電動車的一個所謂的補貼 我覺得這一塊你可以課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是西方國家相對也不爭氣 怎麼說 因為電動車裡面最關鍵的一個部分 當然一個是陽極 一個是陰極 很多像包含像陽極的一個石墨 石墨也好 石墨烯也好 這個現在變成是所謂中美的 一個最新的一個戰線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早期他沒有再課石墨 因為整個電池裡面 大概有50%是陽極 他體積很大 但是他佔的一個成本很低 大概只有10% 你當初在中國做大的時候 你就沒有再去進 你自己也沒有再去開發這一塊 所以不管是陽極也好 陰極也好 我印象中2004到2008吧 中國一直到非洲去買了很多的 離礦山 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稀有金屬的一個礦產 這樣的一個產權 你西方在幹什麼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你讓中國上去了 你這個時候再來開閘 所以我覺得這種 國際之間的一個貿易戰 本來就隱含著 有一點點不公平 然後現在針對大陸的一個 天然跟合成的一個石墨烯 石墨的一個陽極的一個部分 課增25% 這個是你現在在做的 以後未來即便你在洗產地也好 或者是什麼 針對你加工的部分 到2026年 大概是兩年以後 也要課增25% 所以現在碰到一個 比較尷尬的情形 就是從明年的1月1號開始 美國不是有個反通勞的 一個消檢法案 通勞消檢法案IPF 這個本來是針對有石墨的 含石墨的這樣的一個電動車 中國都有兩年的豁免權 但是你一邊在豁免它的電動車 你一邊又開始在針對它的一個材料 再去課 所以這個就是看新的總統 不管是川普繼續言論 拜登繼續言論 或者是川普來新當選 這個很可能都面臨到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另外歐盟從7月份開始 新車也要有標準配備了 叫做DMS 駕駛人監測系統 這是什麼樣的系統 還有國內的廠商 誰能夠吃到商機 第一個部分 這不是一個新聞 這個從2022年開始 就是兩年前其實歐盟就已經開始在預告 他給所有的歐洲的一個車廠 有兩年的一個緩衝期 也就是說到今年的7月7號開始的話 我這兩年的時間給你們去調整 但是過了7月7號之後 你所有的新車都要配DMS DMS是什麼 就是駕駛人的一個監控系統 這裡面包含比如說駕駛人的低頭 閉眼 打哈戒 打電話 或者是擋鏡頭跟走顧右盼 除了駕駛人以外也針對 比如說副駕的部分 或者是乘客的一個部分 都有所謂的一個環景的 一個攝影的監控 這個當然對行車安全是有好處 這件事情其實很早很早 就開始想做 但是因為你要去做這個DMS的時候 你的成本就會升高 原先在L2跟L3 就所謂的一個Level 2 Level 3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不願意加這一塊 因為加這一塊的話 價錢就會訂上去 可是因為發現從2021 2022年開始 越來越多的交通事故 就開始出現在類似這一塊 比如說尤其是疲倦駕駛打哈蟹等等 所以變成是說 大家開始已經把這個東西升級好 所以歐盟從7號 2022年的7月7號的時候 就開始有兩年的一個緩衝期 說你一定要得做 現在當然已經接近到電線了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車廠都要去做 這一塊裡面當然包含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感測元件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運算單元 就是我們說的算力 第三的話就是人機界面 所以我們在講 比如說之前說的ADAS ADAS其實也是含在這個裡面 當然它現在是把ADAS 整個再去做一個擴充 從鏡頭到運算 當然就會有一些AI 基本的AI的一個部分 用到IP 用到ASIC的一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人機界面 就是那個儀器 就是比如說你裝在後照鏡 或者是裝在其他的一個駕駛 駕駛方向盤那個附近 然後這一塊其實在國內做最好的 大家可能會去想到 什麼ADAS概念股 可是如果我們從攝影鏡頭 一直到算力 到人機界面 其實做最好的應該是神盾集團 神盾集團因為最近公告出來的 午夜營收其實包含神盾 包含他自己旗下子公司的安國 其實他們的午夜營收的 MOIN也好 YOY也好 其實都在往上走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族群 是不是就是大家接下來 可能在AI結合電動車以外 另外還有加了一個 所謂的半年報的一個集團作帳 這幾塊都把它含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神盾的一個周線 因為錄影的一個時間關係 我們用周線來表示 其實他現在已經面臨到一個 比較攻擊發起線 就是說之前的一個下降壓力 突破之後做了一個壓回 然後各位再來去看他的子公司 安國他的線型更強 所以現在不排除這個族群 大家可以把它鎖定 所謂的實體AI 就是要讓AI走路生活 現在竟然也能夠 用來保護動物 怎麼做到的 第一個 剛剛在說這個AI變成機器人 目前看起來還有一點 遙遠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覺得先已經可以做到 動物的一個部分 這個技術其實早期都有 只是因為我們不管是所謂的 倒裂也好 倒鈴也好 我們用的是紅外線 因為沒有AI的算力 變成那個辨識上面來講的話 會有一些BUG在 現階段的話 因為有了AI 比如說像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一天到晚 這個有風的時候 這個風扇就在轉 可是鳥飛過去的時候 就很像飛機飛過去的時候 會把鳥吸進去 對 現在這個風力發電 夜扇在轉動的一個過程中 鳥類就會變成很可憐 尤其是猴鳥在這個所謂 大舉的一個遷徙的 一個情況之下 但是因為透過 現在的人工智慧 它是從攝影開始到 算力到人機界面 它把它整個整合起來的話 利用這樣的一個數據 來檢測鳥類接近 發動機的一個時間 發電機的一個時間 因為他們都有規律 所以算出來了之後的話 自動會去關閉這個 所謂的一個風扇 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可以保護 猴鳥的一個遷徙 我覺得光這件事情的話 感覺起來就很溫馨 再來的話 非洲的尚比亞 因為就有動物 紅外線這個地方 當然會去檢控 到了夜間的時候 有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警衛 一直過去觀察 現階段如果有了AI的時候 對於這種所謂的一個偷獵者 他可以感受到人的溫度 跟動物的溫度之間 熱的形態是不一樣的 然後藉由AI的一個部分 做了一個判別 這樣子來達到所謂嚇阻的目的 印度當然有孟加拉虎 老虎這個地方會攻擊村子 但是老虎有可能被人家捕殺 所以不管怎麼樣的話 透過AI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去做到保育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20世紀中期的時候 在當地大概有差不多 4萬隻的一個老虎 可是老虎已經變成 各位不要覺得老虎都在吃人 所以也會被人消滅 所以現在的一個印度的老虎 從20世紀的4萬多隻到2006年 只剩下1411隻 你看已經少了多少隻 但是透過保育的一個動作 現在又慢慢的從1400 回升到3500了 接下來非洲 各位不要覺得非洲非常的落後 非洲也透過所謂的AI 來針對大象行徑的一個路徑 來提示比如說人 動物 車輛 這個地方的安全性 所以我們最後做一個結尾 這個南美洲的亞馬遜這個地方 也針對電鋸 拖曳機 或者是砍木等等 一些倒零的一個動作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AI現在已經開始 無遠弗界 大家把很多的東西 以前有的技術 透過算力都把它叫做AI 其實講穿了 就是因為你有一顆 非常好的一個GPU 然後再加上這些 所謂的攝影鏡頭 再加上人機介面 整合起來的話 開始對人類的一個生活 產生巨大的影響